欢迎收看阿彪啦 穿越古今画人物这个单元 今天的题目就帮大家设定 心魔不除恨意难消 如果当家的只会作乱搞乱 那么只有拿石头扎自己的脚 那么这样岂不是会让自己 偷鸡不成十八米 表面上是促转转型正义 其实上骨子里边是没事找事做 有没有必要 各方见解不同 中正纪念堂所谓自由广场 其实从民进党执政以来 就是民进党一直除之而后快的 一个威权象征 早在阿彪当年 阿彪就做过一件事 除了改名字之外 就是在那个中正纪念堂的大厅 蒋介石总统的铜像里边 挂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装饰品 后来在社会上一片叫骂之后 最后无疾而踪 就只是为了在蒋介石上面多消费一些选票 或消费一些自己的自卑感以及尊严 随便就弄上一些东西 也没有整体的配套措施 真的把铜像扎掉就可以满足一些人的快感 或者少部分人的恨意吗 我想在当年应该是苏正常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也想动动中正纪念堂的脑筋 第一个他就主张拆掉围墙 后来是当时候任副总统的李秀莲小姐 公开讲了一句话 她说中正纪念堂的四周围的围墙 也是盖得非常的有艺术价值 那么应该一遇保留 那时候行政院的意思就是说 拆掉围墙比较亲民 我想拆掉围墙容易 那么心中那一道墙自己不拆 谁也走不进来 谁也走不出去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在某一国中担任过代课老师 那么当时候 这个国中的围墙是非常的低 我就在补围墙的工程的时候 跟校长聊天 我说校长这个围墙 这么低有用 他说高老师 这个围墙是挡君子不挡小人 小人你盖再高 围墙它都攀爬得过去 所以君子你只要盖一点点 有一点高度 比如说十公分高 就表示这是围墙 他也不会过去的 我们申请围墙的经费 围墙也盖了 经费省下来 可以挪作他用 我就想说 这一段话 我大概四十多年都没忘记 我们校长的EQ可真高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校长 如果拿来当比较高级的政府官员 我想也不会太差 也不会太逊色 如果说228是台湾最大的一道伤痕 那伤痕也在国民党的道歉 以及补偿之下 也有消弥的痕迹 何苦一再的拿228的题材来消费 228的确是普世价值里边 所不允许的就如同南京大屠杀一样 但是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段历史 那么我们也没有采取回避 那么我就想问 谁最该恨国民党 那当然就是228家属 谁最应该照国民党的反 那当然就是做过黑老的一些学者 或者一些知识分子的精英 还有就是黑名单之内长期不能返台险亲 不能返回故乡 看自己的家人的那些知识精英 包括以前被阻挡在门外 最近才过世的朱泰代表李应元等等 我认为在加害者 不管有没有在人事 那个党或那个组织都应该 承担起被求偿 或者被责备 或者被历史谴责的一个基本的角色 国民党在台湾也有做过很多好事 那么我们在以前也讲过 我就是那些好事的受贿者 比如说九龄国教 比如说全民健保 当然不是只有我受贿 还有三七五简租 跟则有齐田 以这个轻工业来带动 整个国家的什么 外销出口贸易的发展 设立加工出口区 我认为除了228这个产案之外 这个伤痕之外 国民党在台湾 还有很多不足为取的一些行为跟动作 例如万年国会为国际社会所善效 我们今天政治上的幼稚 其实跟万年国会有相当大的关系 对外对面先称民主 且用万年国会掌握了所有国家 一切的议算 以及中央议题上的话语权 不管是国防外交 潜入这些万年国会的立法委员 所掌控 台湾本地人完全没有办法进入中央体系 它就如同印度的总新阶级制度一样 把台湾化为本省跟外省 跟统治跟被统治 今天所有的伤痕 跟这个有一个莫大的关系 再来就是在地方选举 虽然施行民族选举制度 但是买票之风 做票之风非常兴盛 我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我们当年就亲眼都看过 农民坐的游览车都是在下午三四点 才进入投票所 而农民不一定是住在宜兰 他也有可能从桃园过来的农民 换言之 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可能在台湾各县市 都有一个到两个以上的户局 当初没有电脑 要这样登载户籍 领取选票 其实国民党其实会一手遮天的 在这样子的威权体制下 禁止所有的民众 讲台语 讲日语 电视上 广播上 禁止台语时间 更加大了所有台湾人跟执政的国民党 之间莫大的泪痕一加扩大 当年财政部长汪一定就曾经讲过 这个汪一定我曾经上过他的课 汪一定在走过关键年代中说 35年春日桥遣送将毙 大陆来的大小官员 接掌了整个行政工作 一方面我们距离不佳 一方面我们自事的方式 就是办理事情的方式 与日本人有相当大的不同 台湾人之间开始拿大陆人与日本人相比 对大陆人的不满飙升的物价 以及可令人惊叹的贪污不凡 经济衰败以失业力的增加 吓坏了台湾老百姓 他们开始怀面日本时期的安定 以及制度上的公平 国福在台湾光复后的五年的表现 是差到难以用文字来形容 又派不出人才来治理整个台湾 然后也不用台湾本岛的精英 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边 国民党的好跟国民党的坏 我们其实都是相当的深刻的认知 汪宜定部长所讲的一番话 其实也就是一个非常有深刻认知的 一个政务官对当时候台湾内勤的一种描述 不偏不移的 非常稳妥的反映出 省级情节内在无法跨越的一道鸿沟 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就与美国南北战争南方将领 Robert Lee的一段说辞 来给大家解释 这一段说辞 曾经在我的另外一集有提到过 我今天就再重复一遍 因为它是弥足珍贵 李将军是这样说 他说脱离联邦 形同叛国 逊违反上帝的旨意 当林肯知道 Robert Lee的思想 与北方是完全吻合的时候 林肯的内心是非常的开心 他就折成一位西点军校的将领 去跟Robert Lee结合 希望他能够到北方 来带领北方的军队 来消灭南方的叛乱 以及分裂 那么贤命奉旨 劝Robert Lee到北方的这位将军 在跟Robert Lee交谈之后 他当然也获得非常肯定的答案 什么样肯定的答案 Robert Lee说 他说我即便观念是跟北方的将民是一样的 也跟林肯总统的观念是一致的 但是我怎么忍心拿着枪 对我南方的父老来开枪呢 请你转告总统 我一定带领我南方的建额 以北方周旋到底 绝对在战场上一分高下 我把李将军的这一段话 来作为很多人心里面的诠释 我当然不是228受害者的遗嘱 我也没有在黑名单之内 所以也没做过国民党的黑劳 也没受过国民党的压迫 但是整个环境对我的压抑跟影响 譬如说 《地下公代日》 《都爱挂告白》 上面写 我要说国语 这样子的羞辱 其实都对我们成长的童年 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我们的的确确感受到 我们同学有228的遗嘱 对于国民党的恨意 我们完全理解 也完全同意 这样子的恨是其以来有之 但是我今天受九年国教 成长于十大建设 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过程里边 我都是供逢其胜 换言之 我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这里边的时代 所给予培养完成的 不管我的学历高低 不管我钱赚得多或少 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 不断地靠自己的努力 而达到今天的位阶 我也没有喝过国民党的奶水 我都是靠一级努力 但是光这样子 我并没有办法去造国民党的反 三千万严重 经济尤其典的受贿者 我更加认为 他根本也不应该造国民党的反 受制于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而让自己的家族 以及自己的生命运程 得到更大的光明前途的人 其实有权利说 国民党压迫过他 或者国民党迫害过他 我想这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对于执政当局在政治上的阿霸 以及在文化上的压制 在经济上的控管 所带出来的 自己个人最为公道客观的见局 但是历史走到今天 我们讲公固也要三七开 蒋介石总统的铜像 除以不除 我个人认为中正纪念堂大厅里边的蒋介石铜像 是可以作为历史的教材 正反两面 公固都可以随人在聊天 喝茶的时候 以后人论述 如果真要搬出铜像 我倒认为 你倒不如真把钞票给换掉 那个不是比铜像 还更加的有影响吗 如果能够把钞票给换掉 看民进党执政当局要换谁的 大家何妨来举办一次公投 日本把福泽渔局的照片 放在钞票里边 就是因为福泽渔局 写了一篇托亚论 对日本后代的影响 可为非常的巨大 今天就跟大家论识到这里 下星期跟这个时间共同在会 顺便要跟所有支持这个节目的好朋友说 因为我个人工作上的关系 节目就一礼拜三播出 会比原来的两级少一级 希望支持老师的朋友 继续给老师肯定跟支持 谢谢大家